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接受外媒专访时被问到生气 引发外界的讨论 那为什么朱立伦会生气呢 这对国民党是严重的警讯 因为长期的两岸主张 以及说法完全经不起检验 德国之声的总编辑 就是质疑国民党的 深处牌九二共识 以及强调两岸要沟通 才能避免战争的说法 朱立伦还举俄乌战争为例 结果最新的外电消息显示 开战当天 泽连斯基请求欧盟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 赶快打给普丁 叫他停手 沟通了非常多次 结果普丁还是开战 所谓对话根本毫无用处 那朱立伦还试图营造 国民党是站在台湾多数民意这边 指责民进党跟中国没有沟通管道 结果呢 就德国之声的总编辑 拿出国民党民调低迷的数据 打得朱立伦 毕名自己结束访谈 国民党多年的说法被戳破 虚幻主张 也许在国内可以继续地自圆其说 但是拿到国际上 要说服西方媒体马上被打枪 那朱立伦还自认会在年底的选举当中 会获胜吗 美国的空军将领说 中国如果犯台 美军将攻击共军的后勤补给 让攻台成为史上最棘手的军事行动 解放军有听到吗 中国的核心后勤支援是什么呢 看看俄乌战争 俄军只是渡河而已 就下场凄惨 被乌军团灭 那共军渡海呢 会比较轻松吗 解放军真要试试看吗 美国国会又有八位跨党派的众议员 今天访台 特别的是 这次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情报及特种作战小组的副主席 莫菲率团 他们来有什么特殊任务吗 另外选举考验的是候选人的应变能力 蒋湾昨天去市场败票 碰到阿嬷跌倒时 第一时间竟然是愣住 退到一旁 继续地握手 后来才蹲下关心 而一旁的幕僚呢 则续继续直播 高喊你们都上了蒋湾湾的直播哦 这种表现让人傻眼 还有张善政不只抄袭NCC 2009年的报告连捷语都抄 还抄审查委员的文章哦 最新局势发展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中江 大家好 好 再次时事评论员邱米宽 中江好 大家好 斯仁美田 吴国栋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这贝益少将 于北辰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次国民党台北市员 李明贤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次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这朱立伦 接受德国之声 总编辑的专访时呢 其实呢 三年前张善政呢 也是同样被德国之声 这个专访 也是问到这个 九二共识的问题 那因为这个张善政之前 曾经说 他这个九二共识标用 那九二共识呢 这个主张呢 很明显 因为后来韩国又就用了 所以就经不起检验嘛 其实呢 台湾社会对于九二共识 已经没有什么兴趣讨论了 那国民党想要继续 拿去当神主牌 其实外界没什么意见 但是呢 你的这个两岸主张说 沟通才能够避免战争的 这套说法 显然外国媒体也是不相信 所以这次的这个访谈呢 被这个德国之声 打得非常痛 外界是以惨剧来形容 形容这是一场 灾难式的这个访谈 先请到亲皇 朱立伦在这场访谈 看起来是想要去减低 夏立严访中的负面效应 但显然他的这个上场救援 失败了吗 会不会影响到年底的选举呢 他不但失败 而且他看起来被打脸打得很严重 为什么被打脸打得很严重 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朱立伦本来想要透过说 这一次的对德国之声的专访 他本来可以释放出一个讯号出去 一方面可以告诉中国说 我跟你之间还是九二共识的基础在 请记住 现在的朱立伦跟他的国民党 他跟共产党之间的共通语言 就叫做九二共识 再加一个反台独 就两个 这两个关键字好像通关密语一样 你只要讲出来了 我们双方之间好像就有交流的可能性 但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这个九二共识 就不是你国民党当年所讲的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这九二共识的意涵 早就被中国自己改成了九二共识 然后是追求一统一 然后一国两制新方案 这谁讲的 这是2019年的习近平讲的 结果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只要问到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或是遇到像当初2019年 参选这个正副总统的张善政 同样都是面对德国资深专访 两个都同样被问到动怒加暴气 为什么叫动怒加暴气 你看朱立伦的状况 朱立伦就是被问到说 你们现在讲九二共识 共产党讲的九二共识 就跟你们不一样啊 总讲 这个讨论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听到而已 这个讨论 现在连外国人都知道 台湾讲的九二共识 国民党讲的九二共识 跟共产党的九二共识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外国媒体来讲 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讲了九二共识之后 难道中国就不会武力犯台了吗 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嘛 而且这一个德国资深的总编辑 他是引用这次乌俄战争里面 他就说在这乌俄战争里面 这个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跟乌克兰难道没有沟通吗 也是说打就打啊 但是大家想不到耶 在这一件客观的事实上面 朱立伦竟然可以把他的下意识的 把他暗示成说 就是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 没有对话的管道啦 所以没有对话的管道呢 战争就会发生 可是我们要告诉朱立伦 告诉国民党的事 这很明显的凸显出一件事 要嘛你朱立伦呢 就是没有追上这些国际关系事件 你在国际事情的视野上面 你需要补强 要嘛你就是刻意无视 这些国际事实的存在 你编造了一个谎话 不然我们请各位看一下这个新闻啊 从去年底以来 我们都知道开战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24号 从去年底以来 其实就有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的风声 从去年底以来到今年3月份 马克宏法国的总统跟俄罗斯的普丁 双方通话14次 通话14次 然后普丁坚持要发生战争 当然普丁不是用战争是用特殊军事行动来形容 而且普丁说哎呀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政府呢 都不跟我们亲俄的这些 在乌克兰的那个相关的民兵去谈 所以呢我们要代替他 这个出面教训乌克兰政府 这一些内容都是马克宏后来呢 因为他被民众质疑嘛 质疑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案盘交易 还是黑箱交易 干嘛不直接支援乌克兰就好 然后一直认为说你可以用推进的方式处理问题 这个对当时欧洲很多民众来讲是质疑马克宏的 所以马克宏后来不得已 只好把他跟普丁对话的内容全文把他公开出来 大家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独裁者真的想要发动战争的时候 他根本不会管跟你有什么沟通管道嘛 你跟他沟通没有用啦 而且马克宏跟他跟普丁沟通的结果 受伤的反而是马克宏耶 那时候大家不是来揶揄马克宏 你沟通了半天还是战争发生啊 早就可以把那些榴弹炮的武器 通通都送到那个乌克兰去了嘛 那你就不需要为了这个东西 一直拖你的这个可以援助的时间嘛 所以你看这个例子 这个很明显 朱立伦在面对德国资深访问的时候呢 你刻意把这一段扭曲成为暗示成 好像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没有对话管道 然后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但客观的事实来看 德国资深的总编辑讲的是对的啊 就如果对方是独裁者 像习近平跟普丁这样子 他要入侵你的时候 他哪管跟你之前有什么沟通管道 因为他要入侵你的时候 一定是他已经盘算过了 他精算过了之后才发动战争了嘛 所以这个不是你有没有沟通管道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要讲清楚的 第二个要讲的是什么呢 是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 朱立伦在里面是真的很生气 所以他用time's up这种方式呢 直接把它给结束掉 这场访谈 仲将你我都知道 这种你在专访一个政治人物 或是专访一个重要的专题的时候 你会这么轻易的直接用时间到 然后就结束 你会这么没有礼貌吗 不会嘛 我们正常访谈不会这样子嘛 显然他动气了 是而且仲将你讲一件事 我们专访一个人的时候 政治人物一定是想充分让你知道 他的里面是什么 他反而有可能比预期多的时间 花超过来跟你沟通 希望你了解 很少看到这样 马上告诉你结束 打断就不再讲下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 大家觉得是一个动气的动作嘛 所以你从朱立伦的部分 看到是长这样 但很抱歉喔 2019的张善政 接受德国资深访问的时候 遇到中国议题的时候 结果也是这样 也是被打 也是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呢 来你看 这个就是当初 张善政在2019年 接受德国资深的记者 周中汉访问的时候 记者也是问他九二共识 为什么要问九二共识 各位 国民党在2019年的九二共识 是更抽象更模糊 什么叫更抽象更模糊 就国民党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自己讲不清楚 为什么 当年2019年 韩国瑜在选的时候 韩国瑜还是要九二共识的 2019年的时候 连国民党当时的党主席 吴敦毅也告诉大家说 反正我们国民党就是坚持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那至于共产党要怎么讲 随便他 可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张善政 他自己怎么讲 张善政自己发在脸书上面 他发脸书去写什么 来各位看 张善政自己发脸书说 说扑朔迷离的九二共识 然后呢 他还讲到说 2019年元月2日 习近平说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共同谋求 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 所以这句话请问 张善政知不知道 国民党知不知道 国民党知道 张善政也知道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们都知道这句话 九二共识跟国家统一 跟一国两制做连结 请问是谁连的 是民进党连的吗 不是嘛 张善政的脸书破文就告诉你 这个连结是 这个习近平连起来的嘛 所以当时张善政讲一件事情 张善政你看 我还特别把它截图截下来哦 这红色是我框起来的哦 所以我说九二共识不要用啊 他的意思就是 他当年意思就是说 被习近平这样子连结的九二共识 是习近平污蔑的九二共识 既然习近平污蔑的九二共识 那就不要用九二共识 张善政说不要用九二 可是韩国瑜要用啊 对啊 张善政要用九二共识 韩国瑜要用九二共识 然后现在呢 现在你去问张善政 现在你去问朱立伦 他们都告诉你 他要九二共识嘛 因为朱立伦就算在德国资深的访谈里面 记者就问到他说 你就已经 你朱立伦就已经只讲说 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那你讲完了之后呢 中国说你是扭曲历史 中国也说你这个样子呢 脑袋要再清醒一点 中国羞辱你到这种程度了 你们还有九二共识吗 他讲得很清楚 结果你知道张善政在这个访谈里面 为什么当时他会动论会爆气 他就是在到底要九二共识 还是不要九二共识 记者说我听不懂 请你再讲一次 结果呢 他就爆气了 他的爆气的方式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 他就直接动怒 然后很大声的说 跟记者说 你听我讲完 就听我听他讲完之后 我还是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 他前面还是讲了一段说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我们还是要讲给中国听 然后这才是和平的基础 可是他又告诉你说 如果九二共识被习近平污蔑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用啊 那我也是一样啊 听完同篇访谈 我也会想问张善政 那你到底是要九二共识 还是你不要九二共识 其实不管是张善政 或是朱立伦 对于九二共识 其实说法多变 所以连外国记者都搞不清楚啊 那当然就要来质疑你啊 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这位这个德国之政的总编辑 他就说啦 你朱立伦访美的时候 你指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啊 所以要把它丢进历史的灰烬里 这是你自己讲的啊 那人家准备好 现在来问你 那你的说法又是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要面对习近平又是什么呢 所以说法完全自己说不通 那其实最主要还有就是说 因为这个记者呢 也问说夏立伦访中 是否一个错误 那朱立伦想要把它这个转环 或说是减低 这个夏立伦访中的杀伤力 所以呢就讲成说 民进党就是你没有沟通管道啊 所以有可能会这个引发战争啊 那国民党就是有沟通管道 这样才能避免战争啊 来晚显然朱立伦是想 做这样的连结 那结果呢 被德国资深的记者给打脸 那我们就说 这场灾难式的访问 如果没有处理好 是不是有可能反而会造成 他们自己年底选举的杀伤力呢 仲将刚才讲了一个注解太好了 这叫灾难式的受访 这个灾难不是一般人 我听到好多蓝营的 我听到地方的议员都讲说 那早就这样不如卖红菜 你知道灾难来自于两个 一个是他回答的内容糟透了 第二个是他面对无法回答的提问 怎么的处理更糟 这是两件事情 先讲他处理的态度糟 人家给你问你没办法回答 没办法回答 他其实里面有一些地方剪掉了 这个Richard Walker我认识他 他访问这个朱立伦的前一天下午到台南访问我 他很资深啊 他是驻北京驻地香港 对台湾跟中国问题很了解的 对非常了解 而且他跟仲江一样他是一个很 gentle 非常温和 很很 最后到天的人 所以他的访问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 我们英文讲aggressive 他不是那种咄咄宾人的访问方法 而且至少他访问我的时候 他问我什么题目我事先看到 对 有事先沟通嘛 事先沟通 他问这个问题 朱立伦你应该事先知道他问什么 你怎么处理成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就台语讲 建设等收起来 自己cue自己说 结束了 Time is up 时间结束 不完了 几乎要拔麦走人了 你面对一个国际大媒体 然后人家旁边在录影 但是播出来之后真能看吗 我不会以此为乐 因为他毕竟也是台湾做过行政院副院长 也是一个重要的在野党的领袖 这样反映真的很丢脸 那第二个他的内容更严重 他的重点其实只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 如果大国侵略小国 问题在于小国不肯跟人家讲话 这个多严重你知道吗 就是说中国侵略台湾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都是你们小国的错 你不愿意对话 坦白讲就是你们不肯听话 都有沟通啊 现在不肯沟通的是中国啊 乌克兰跟俄罗斯沟通到什么程度啊 马克宏打了三四个小时的电话 没有沟通吗 也就是说 当一个侵略发生的时候 尤其以朱利文来讲 你是当事人 你是我们台湾的一份子 你竟然不是去怪中国用武力威胁台湾 是怪台湾自己的政府 你们不听话嘛 不跟人家对话 然后 国际记者一眼就看出这个问题的矛盾了 所以他追问说 难道你认为乌克兰被侵略 也是乌克兰不肯沟通吗 朱利文几乎是用肯定的方式 去附和这个问题啊 哇 这不可思议啊 这个胖虎霸凌大雄 是因为大雄不肯跟胖虎讲话吗 看不到话说的人都知道 不用读到博士吧 然后第二个 他第二个部分是 这记者问说 好 那你一直重复 一直重播说 我们要对话 都是民进党政府不对话 也就是台海危机 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不对话 不是因为中国要侵略台湾 那这记者就问他 好那你要去对话 你要对话 你希望达成什么目的 那朱利文就好像重播一样 对话 达到共识啊 降低冲突 结果这记者就问了 他说 可他问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他说 第一个 现在不希望维持现状是习近平 中国在习近平之后变得更加强大 他不给你维持现状的选项 而民主的台湾 人民都不想被中国并吞 这是两条平行线 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 你的对话到底希望达成什么目的 那他又一直重播重播 这记者这个问题问四次 你看到播出就一次 他其实是问了四次 他把他剪掉了 他把他剪掉了 重复问了就不用了 这就是问的关键问题是说 台湾跟中国这两边 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中国习近平要统一 要并吞台湾 而且不排除武力犯台 民主台湾非常清楚 人们不想要跟他在一起 不想统一 那你的对话 你到底要干嘛 而且他提出一个 你们台湾只有7%的人 想要统一而已 对 所以他是根据台湾的民调 来告诉他说 台湾人不想要跟他统一 而且朱立伦他是拿说 台湾多数民意 意思好像是说 国民党是站在多数民意 被吐槽 这个记者就有做功课 他说你们台湾自己民调 多数民意只有7%要统一 你到底对话要达成什么 然后政大的民调说国民党支持度就14% 对啊 那你怎么会说 你是多数民意 建设等收起来 所以这个主 这个Ritual Worker 一直提醒朱立伦 不想维持现状的是习近平 对 不给台湾选项的是习近平 你的对话也改变不了他 所以他加了一句说 将来如果你 你们国民党执政的话 你的外交现象就是会被打脸 那第三个部分才讲九二共识 这个记者很厉害 他说你讲的九二共识 中国马上发言说 他说你这个是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要任意扭曲 你被打脸了 朱立伦不理这一段 他又不断问他 他说你讲的九二共识 那个我们有共识到底是谁 那个我们是谁 中国现在已经告诉你 他跟你没共识了 朱立伦就时间到了 我不跟你玩了 就是你看他回答的内容 刚好戳破了一个国王的心意 九二共识 老共说了算 而且老共不让你任意解释 对话是中国不愿意对话 维持现状的选项 中国不肯给你 人家军演你国民党派夏立援 到底去要干什么 朱立伦没办法回答这问题之后 把他买走掉 你就把他买走掉 你这个主席还想要选总统 曾经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 这叫做不可思议的灾难 而这灾难式的访问 我觉得国人看清 就是国民党长期在内部 用这个话术一直重复的讲 你怎么戳破这个谎言 他就重复的讲 这个德国之声 亲亲属告诉你 全部都假 对的确 这外国媒体戳破了国民党 一贯的这个说法 虞将军 特别是这个朱立伦 似乎是要去降低 夏立援访中的一个负面效应 而且把责任归于是民进党 不跟中国沟通 但是我们看一个活生生显灵的历史 就是今天的外电显示 俄乌战争那个时候 要开打的时候 泽伦斯基那时候是急着 要跟那个马克宏说 你赶快去跟普丁沟通啊 就说不要打了 结果如何呢 普丁依然这个开战 依然开打 显然这个沟通完全无用 两点来说 第一点如果说你认为朱立伦 这次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 是要降低国民党 对于这次夏立援访中的一些争议的话 你们就错了 朱立伦是要去展现 他偏偏君子丰度 对不对 你看张善政受访用中文 我朱立伦用英文 怎么样我厉害吧 对我厉害 我就是亲美的 可是想不到 德国之声并没有如你的愿啊 因为为什么 如果用普丁跟泽伦斯基之间的对话 来形容习近平 那就是侮辱了习近平 习近平比普丁还要邪恶 我跟你讲 你是轻估了他 国共有几次合作 两次合作 第一次19230到1927年 为什么要跟国民党合作 那共产党快被打的趴的受不了了 他跟你合作 合作三年之后 他长大 他立刻跟你搞内战 内战打一打 打的受不了 再跟你来第二次合作 是1937到1945 我跟你一起抗战 一起跟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完之后 1946年马上跟你宣战 国民党跟国共合作的经验 还不够吗 是啊 太够了 每次都吃亏 吃亏那么多次 每次都吃亏 而且国民党前面两次合作 都是国民党是强势哦 共产党是弱势 跟你合作三年 共产党变强势把你吃掉 那现在国民党是强势吗 这共产党根本不把你看成一根钉子 你知道吗 大小差距太大了 你太小了 他现在 你有什么来跟共产党合作 你以前强势的时候 共产党来把你当成一个垫脚石 合作完之后 吃大 长大之后把你吃掉 现在你就这么小 他跟你合作什么 他没有要跟你合作 所以我一直很认同一件事 跟共产党没什么好谈的 那我讲白 那所谓的沟通 是不是有可能 国民党是被利用 就如同马克宏去跟普丁沟通一样 到最后受伤的是马克宏 马克宏的受伤 我觉得国民党绝对不了解 因为这一次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国民党长久以来 从不反攻大陆开始 改成防卫作战 国民党一直得到民心支持的 是一个关键的事情 叫做维持现状 我不统又不读 我是维持现状 可是这个维持现状 也就是九二共识 最大的立命基础 因为维持现状 所以大家不想打仗 我也不独立 我也不同意 所以维持现状 那可是九二共识被谁戳破 习近平啊 所以这一次德国之声 就戳到了朱立伦的痛处 维持现状 可是习近平不要啊 习近平不要怎么维持现状 那维持现状不见了 维持现状消失了 习近平跟你讲 非统极毒 不准骑墙派 维持现状 在习近平的眼中 就是骑墙派 你想左右逢源 想吃中国的饭 砸中国的锅 不允许 所以现在没有模糊的空间 所以德国之声 要正面应战 你学了红袖柱嘛 老娘就是统怎么样 对不对 我就是统 没有模糊空间 那德国之声也佩服你嘛 你就是女汉子一头 而且德国之声记者 他准备很好 他说中国还斥责了 朱立伦不要扭曲了 九二共识 就直接告诉你 就是骑墙派 我所的九二共识啊 就是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什么个表 我的一中没有个表 那你朱立伦还在那边个表什么 你在个表什么 你还跟人家攀官戴顾的 什么表兄弟 没有跟你个表啦 就是一中原则 那么现在 朱立伦答不下去啦 他答不下去啦 所以德国之声 为什么会访问朱立伦 不是因为他是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是因为他在美国 用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 讲了一个 九二共识 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为什么德国之声 当时要访问张善政 因为张善政说 九二共识 可以不要用了 不准再使用了 你只要大家觉得 国民党有一个人脑袋清醒 他就要访问你 他就要找你来找出 为什么你觉得 九二共识 跟别的国民党不一样 可是找到这些人之后 他马上跳针啊 他马上跳针啊 对不对 你面对群众 你要拿票的时候 你说九二共识 不要再用了 你说九二共识 就没有共识 等到你回到深南 这个这一派 你知道德国之声 这个事情 深南会放大进来 检验的时候 你马上要跳回来 这不是骑墙派 什么是骑墙派 所以德国之声 很尖锐的问你这个问题 那当然朱立伦答不出来 因为朱立伦心中 永远都有2024的 那一个愿景 那么当然侯友宜看到就看到 哇终于机会来了 所以后一 德国之声访问 后一马上松口啊 择人来的我就扛 球来的我就打 那当然啊 因为没有人可以接球啊 只有侯友宜可以接 所以这个状况 那你觉得 这个朱立伦这样的一个访谈结果 会不会影响到年底选举 我觉得 之前我们就说 夏立伦访中会造成冲击吗 那现在呢 朱立伦上场救援 然后救成这个样子 完全没有救援到 完全没有救援到 当然这个对于中间选民 会做很明确的选择 就是说 让大家更清楚 维持现状已经不是选项了 已经不是选项 不是我们不想维持现状 不是我们想打仗 是习近平跟中国 把维持现状 化成独立上市等号 所以你没有 没有什么中间模糊空间 所以九二共识已经消失了嘛 当维持现状这个选项消失 九二共识就消失了 没有一中各表 你不是表毒就是表统 那这不是我们要统要毒的问题 是你逼得我要表态 那我们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他能不表态吗 谁想被统 谁想变香港 谁想变新疆 谁想变成不自由 所以这是习近平逼你表态 那国民党这次接受了 德国之声的访问 朱立伦这么一讲 大家很清楚了 国民党你所表的一中各表 你所讲的这个方面 其实跟我们一样是毒啊 可是你又不敢讲毒 那你就是统 那统独一切开 国民党怎么拿票 未来用挂的国民党的logo 要出来选的这些议员也好 市长也好 他永远跳针讲不清楚 那明显 因为你们的国民党文权委主委说 时间就是到了嘛 外界不用这个多做解读 那真的是这样吗 外界的解读恐怕是非常丰富的 其实我过去 我担任记者也十几年了 我们老讲我都会逼问政治人物 包括特别尖锐或政治人物不想答的 就是媒体一直想追问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我会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那我现在又是政治人物的话 媒体也常常会问我很尖锐的问题啊 有时候真的很不好回答 你会散啊 就不要接受访问就好了 如果要接受访问的话 所以你觉得当初朱立人 不要接受这样的访问 如果没办法回答 我觉得这些都要受设想好了 各种 scenario各种议题 包括所有提纲都要准备好 如果有一些真的你没办法回答的时候 第一个与其不要接受访问嘛 那与其要接受访问 就要把所有议题改好 设想好的都要讲好 我认为依照主席目前的立场来讲 确实对于两岸关系的定位 对哪来讲会有会有一点难度 你对我来讲我很清楚 我认为九二共识就失去了 他不是现在的2008的九二共识 也不是2000年甚至1992年 那时候的九二共识啊 为什么我同意大家 刚刚很多人讲的 九二共识的破坏方式 照于习近平啊 他讲的那个定 把九二共识定义成一中的时候 九二共识等同一中的时候 台湾人没人会接受啦 谁会接受啦 你们国民想继续抱着啊 我认为前提啦 我后来慢慢离去 我们党内的一些人的想法是这样 他们想至少拉回啦 我说啦时间回推 回推到至少到2008或2007那时候 老共不要push你 老共不要攻击到台 至少有那个模糊化的空间 如果没有办法推到那时候的时候 你现在 台湾人很少人没法接受 习近平定义一中前提底下的 九二共识嘛 所以我说九二共识已经派了嘛 你除非时间可以回流 回推到那时候2008的时候 不要说回推到1992的时候啦 问题如果当习近平 持续用目前的强硬的一个方式 定义说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的时候 台湾有谁可以接受 我让这个连国民党都不愿意接受 那也就是说之前夏立妍访中的冲击 那时候我们在谈 那现在朱立伦呢 他这样子一接受访问 会不会让状况更糟啊 老讲我 夏立妍是党主席派去的嘛 他不可能自打嘴巴 他要概括承受 党有没有反弹 你包括我都跳出来 我都跳出来 K老上党中间有跟我们沟通 他认为我的讲法 跟他们的立场不一样嘛 可是确实我在基层讲了 包括这不是说一般民众在骂而已 连我们自己 你们来自的不是也在骂吗 是啊 基层去 连眷村都在骂 你说你现在去做什么 人在打尾团 人在逛街绕台 人家在军演 你这时候去要干嘛 没有任何理由嘛 私出无名 所以这不是连民党在骂 不是中间选民在骂 连基层我们自己人都在骂 那如果说今天朱立伦上场救援失败 那也不能怪你啊 你也是反映基层的声音而已啊 因为我是党员 面对外国计刃他也没办法 我从政党员必须把我的讲法 给党中央反映 那我认为说 我可以理解主席 朱立伦主席目前面临的难处 他左右为难 所以我认为说 他访美讲的那时候讲的最好 我觉得是代表目前国民党 我觉得是稍微比较偏重 那你们国民党就要义无反顾啊 就九二共识就没有共识啊 没有共识的没有共识 至少现阶段认定 老共认定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原则 在这个基础底下 九二共识就派了 可是你立伦在这个访谈 没有这样子啊 我觉得他要把这个论述清除 没有坚持下去啊 国民党当然认为说 维持台北关系 也要维持两岸关系 可以平衡 可是就目前的情况底下 习近平就不要跟你平衡嘛 所以我认为 除非如果习近平继续掌正啊 在金秋他们二十一大之后 继续掌正的话 除非他退让啦 他退回说 我就不给你军演了 不给你共计绕台了 他退回去那个立场 那才有谈的空间啊 否则如果他维持那种强烈的立场 他继续再弄你的话 我也认为现在没有任何谈的空间嘛 我觉得国民党必须选后啦 我觉得选后必须至少在两岸论述上 做一个政策辩论 离清楚之后 我觉得才能 至少先说服党内嘛 然后才可以说服民众 说服台湾民众 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国民党如果真的有听民贤的建议哦 以后的路会比较好走啦 来范老师 我们说这场原本是年底地方选举 但会不会国民党自己把它变成是一个国家议题的选举呢 我觉得朱月轮他如果2024年还要选总统的话 我觉得他的那张门票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德国之声是一个国际的重大媒体 他德国最大媒体 就类似我们讲的NHK 这么重要的媒体 这位记者从北京下来访问你 你应该是要做主准备 而且刚刚讲过 问题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针对问题来回答 你看第一个 朱月轮跟这个记者叫针锋相对 你不是在受访 这跟他吵架啊 第二个 闪躲问题 甚至文不对题 你再问你 你回答B 再来 很多答案一直重复 例如说他说 我们台湾人在中国有100万人 讲了好几次 心心念念的100万人 最后就是怎么样 就拂袖而去 拔麦走人 我必须要讲 一个总统的人不能够这样动气 蔡英文不管你怎么批评他 他执政这六年来 遇过国内外这么大小的事情 你看过蔡英文哪一次 他的心情有起伏的 永远都是非常冷静沉着的 如果国民党推朱月轮出来 那我不想国民党稳败 他完全没有担任总统的格局 跟气度 再来 我刚刚讲过 记者问他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对台军演的这个时候 你要派夏里人去访宗 他讲了半天就是讲说 我们跟两岸金贸关系很紧密 我们在那边有100万人 好了 就算这100万人 要投票给你国民党 你是不是得罪其他的2200万台湾人 这个时候去中国访问 我觉得连很多支持 来应的人都看不下去 那你也没有根本告诉我们 你有什么急迫性 而且这个记者问你 你这个在野党 你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诶 主要人说 他说我们啊 我们对中国人民表达我们的军演的抗议 他说他还说90%的台湾人 是反对中国军演 我就没有看到 夏里人有在任何公开场合 有针对这个军演的问题 跟中国表达抗议啊 是啊 完全没有看到啊 我也没有看到他那个什么 中国大陆事务部主任 这个有公开的 跟这个国台办的主任 刘洁一表达抗议 他们不是有一场这个视讯座谈吗 也没有啊 临主假也没有啊 也没有谈到这个 还在谈九二共识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朱立伦敢说 他们这次出访 有向中国表达抗议 在哪里 请提出证据 否则你就是说谎 那我觉得今天朱立伦 人家问你说 哎呀你们国民党 只有14%的支持度 他就 他说你错误讯息 对他说错误讯息 人家拿的是什么 拿的是政治大学 选民 民调中心 对 政大选严中心 是30多年 他都长期做民调 就做台湾人的认同 两岸的态度 总经理知道是他有公信力的 人家是拿一个 学术单位的民调质问你 你就针对这个问题 虚心的回答 对我们这样 我们要继续努力 我们要获得更多的支持 不是说哎 那个错误的 我们的民调在往上走 你去 所以我觉得人家德国 他讲呼隆外媒记者 人家德国之神 是已经做好准备的 那不是没有准备的 对 人家已经把所有的民调资料 都看给你看了 对 你还要怎么样 而且人家告诉你 支持两岸同意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你不跟着主流民一走 你在逆势而为 主流民就一直强调 我们要协商 我们要协商 民进党没有协商 民进党到现在为止 没有拒绝协商 或者是他完全不遵守 沟通的结果 他完全不遵守协议的结果 我去跟他们谈 根本就是原目求余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你到今天还执迷不悟 我只能说你的票 你只能够拿到那些 深蓝的人的票而已 来国总哥 我们看到包括朱立伦 张帅政 在面对德国之声 都被问到爆气 再来还有一位 柯文哲最近也是 李孟直军他 要他签一个什么 不投降承诺书 不签了还爆气 还骂人 为什么这些人 在面对关键人 打不出来 是被戳到痛处了吗 东江我个人是认为 不管是朱立伦好 还是詹山正好 因为他们个人 没有一个中心信念 他们个人从政 没有一个核心价值 所以在接受西方媒体 大媒体的缓问的时候 定人都都 讲不出一套出来 所以2024朱立伦 想要参选总统的话 德国之音的这段访问 就是一块大石头 他必须用尽吃奶的力气 来搬动他 但是很难搬动 因为这段影片 一定会被播送出来 让台湾人民再来看 这个人够条件来参选 台湾的总统吗 你不要以为他讲英文 就好像很流的样子 很会看的人就知道 在口条上 在逻辑上 以及你要表达的整个信念 大家听完 到底你是在讲什么 现在变得没有人在意 他讲英文了 对 重点是他的内容 这个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朱立伦不是最近才从政的 他也从政这么久了 也当过立法院 当过行政委员 也访美过 他自己的核心价值 想要利用德国之音 来表达他的信念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 我举一个例子 当人家问你说 你们民调下降的时候 你马上从口袋里套出来 你看看我们做的民调 节节上升 不是还打一掌吗 不是利用德国之音 告诉做个大宣传 你看你不管那个民调 真的假的啦 是你们自己做的也好啦 人家有备来 你既然没有准备 人家在问你民调下降 你这些话都讲起了 还生气了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无理投到这种 那个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 是谁安排的那个人 真是要抓起来 打屁股啊 你让主席陷入这个 你都没有帮他准备这些东西吗 这是一个大外宣的最好机会嘛 你既然一点准备都没有 不要讲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朱立伦 有他的难处 我们可以理解 那是马英九时代 苏起创造出来 欺骗台湾人民 刚刚我听到明显讲来 我真的傻掉了 他说如果九二共识 不能够一中 我们国民党也不会接受 那真是台湾人家 骗十几年 九二共识从来没有个表啊 只有一中啊 个表是你国民党拿来 骗台湾人家 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中各表 他表他表他表 我们每次在访问他说 你表一次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他们只有在国内能表了 到国外就没有了 你只要表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把那个中华民国国旗插在会议桌上 他就回不来了 不要啊 不能好 你说在中国吗 猫雄来台湾是赶快又拿下来 国旗都拿下来 你表给谁看啊 连猫雄都不要看 你欺骗他 台湾人让他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只好被骗了啦 点点啦 好了 马锡会一会完以后 人家就把这个收起来了 不跟你表了 就只有一个中国了 不能打脸你嘛 台湾人为什么一听到九二公司 就这么生气 如果还真的像你国民党的时候 各表 我们还至少还支持他 维持现状的各表 连表的机会都没有 你将朱立伦怎么去 所以朱立伦就黄美的时候讲的那段事 是内心的话 那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他真的讲出来 啊现在最近还有说 沟通才能避免战争 这个也被打脸了 然后他为什么先要改呢 就是因为夏立元去了 中国生气了 就是要你夏立元来 你飞去不行 所以朱立伦吞下去了 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 如果因为这样吞下去的话 你就要你要参选总统 人民怎么能说我票投给你 因为碰到事情你就会吞下去 所以我说朱立伦这次的表现 不让人家都觉得很意外 是因为没有核心 你到底要跟台湾人民讲什么 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只能讲和平啊和平和平 那人家对方不跟你和平 一直在惊眼 你如果说对方真的 看你这样子好 我释出和平的善意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接受啊 但没有啊 那你朱立伦还在这里惊 所以我看到他就接受 我们问的说说 不但没有准备 而且既然让我觉得看到 好像是中国驻法国的大使 卢沙也在接受法国媒体 只能访问那种态度一样 那种快吵起来 人家媒体一直问他 所以又冲出去的话 要再教育台湾人 你看看 朱立伦你幸好没有 没有再冲出最后一挖 我也要教育台湾人 所以怎么会这么无理 怎么会安排这样的一个访问 国民党今天在台湾的民调下 要不是意外 那是真的 如果他民调因为这样会上升的话 那才叫台湾民主奇迹 台湾年底要进行地方选举 但国际上关心的却是台海局势 美国的白宫国安顾问 他就说了 苏立伦他说 台湾周边发生军事威胁的 这个依然非常显著 中国官方政策 没有排除入侵台湾 美国立场坚定一致 会持续抵抗任何以武力 改变现状的作为 那另外的 美国的高级将领 就是这位美国空军的 中将副参谋长 希诺特他说 如果中国侵略台湾 美国会锁定打击 中国的核心后勤补给 并让犯台成为史上 最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 宽哥 美方这个时候 传达这些清楚的讯息 目的是什么来 从八月份开始 各位还记得吗 那时候中共的飞弹 飞过了我们台北的一个上空 后来掉在了 日本的一个经济海域 但中国的穷兵独武 到现在为止 让全世界最害怕的是 他们这次在整个 澳门航空展当中 他们已经把五代战机 给秀出来了 他们目前在大连的 造船长当中 让全世界大家吓一跳 人家的战舰是一台 一台的做 他是一个船屋当中 五台动武二D同时开工 所以为什么全世界 都在看着中国大陆 为什么呢 他今天做了这么多的军队 造了这么多船舰 为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台湾 第二个就是影响到 整个西太平洋的一个安全 所以最近白宫的 国安顾问Solivan 他就说了 这几句是重点哦 中国侵台的威胁 仍然很显著 请问是重点在哪边 中国侵台嘛 所以是中国 他现在第一目标是谁 就是台湾 那中国侵台的威胁 既然这么显著的时候 所以美方坚持抵抗 要以武力来改变现状 这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我们美国 会积极的准备 任何人 他没有指谁 但各位已经是中国了嘛 要用武力来改变现状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但不能够光嘴巴讲 重点是你要看他的决心 你要看他的一个策略 那在决心跟策略当中呢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叫Henot 他是美国的空军负责 所谓的中将副参谋长 但请各位记得哦 他是空战指挥官 他目前在美国的空战当中 具有指挥权的 那我特别秀了这个 在整个澳门的航空展当中的 D-20的起飞 整个准备的一个画面 这个已经中国 已经进入了五代的战机哦 那中国一直在亮剑的话 美国的空军副参谋冲长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目前有责任 让世界知道 他讲三件事哦 第一个叫台海战争 第二个叫攻击日本 第三个叫攻击北约 我们会让它变得很难很难 为什么呢 他特别确定了三个必要 这三个必要是什么呢 他说未来在打仗的过程当中 我们美国 必须要维持三个重点 确定了空中的优势 海上的优势 跟资讯的一个优势 我们要让敌人不敢出手 这个是前面的话 后面的话 他就讲了什么呢 就是后面所说的 如果中国侵略台湾 他们会去打击中国的核心补给 后勤补给 这个是在后面这一段 所以前面这段的话 开头就是 他把三个要点说出来 第二个维持美国的三个优势 第三个我们要去打后勤补给 那我最后简单的来做一下结论 为什么打后勤补给这么重要呢 我们来看看现在俄罗斯的一个处境 俄罗斯最近呢 陷入了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处境就是 现在普丁要去找谁要武器你知道吗 要去找金小胖了 因为制裁 当然也是因为绝望 俄罗斯最近要去向北韩购买军火 要去向北韩购买军火 然后你知道最难堪的是什么呢 北韩有很多的军火过去是俄罗斯送给他的 然后现在呢俄罗斯他自己没有军火了 他要去跟北韩买 据传会买数十万发到百万发的一个炮弹 这个是过去外啊 这是外媒所说的 但重点是在于什么呢 我们说打断后勤补给 就是打蛇打七寸 你命中要害的时候 你在前面的部队 没弹 没粮 就算你有部队 他也动不了 所以我们要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 美国白宫说的很清楚了 从苏利文到军事将领 那请各位注意哦 军事将领没有个人的意志 军事将领要谈的就是政策 所以中国如果敢发动战争 他的核心后勤补给 必定成为攻击重点 对的确 于将军以前美军好像没有讲那么清楚过 那所谓的核心的后勤支援跟补给 指的到底有哪些呢 当然 我们当作战指挥官的 出去作战问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敌人在哪里 第二件事情 我的补给在哪里 这两件事不知道不能打仗 因为我看到了敌人 我全力攻击 打赢了这场仗 那我要不要补给 我要不要整军再战 我要不要让我的战斗持续能够维持 所以我一定问 我的补给在哪里 做完这场仗之后 打完这场仗之后 我在哪里实施补给 否则战车没油没弹 机枪 所有电力都不足 你就变成一个没有战力的部队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军空军副长长 非常清楚 他很清楚共军因为改变他的战法 以前共军很简单 就是从这个最近的地方 160公里以外的地方 直接登陆到台湾来很近 那160公里的补给 都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可是这次共军改变战法 他说他要绕到东台湾来 他要用他的航母 用他的各种的船舰 把我们整个台湾 用近似包围的方式 两面加工 那么你到了东台湾来以后 你这个补给线 是从大陆福建到新竹来几倍 超过十倍 更远啊 你的补给线超过十倍 而且呢 你刚好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中间 那那块地方是谁的责任区 那是美国跟日本 那是美国跟日本的责任区 你的补给舰队 你的补给部队 到了我的责任区里面来 我不是要打你 我是必须要打你 因为这是我的区域 你踩到了每日的地盘 你进我去我必须要打你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解放军的软肋 他就讲我打蛇打七寸 我只要把你的补给打断了 如果大家没有办法想象 我大家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怒骸潜降 潜到很深 那个潜水员 他可以到水下100公尺来作业 作业的时候呢 他忍受了寒冷体能还有压力 但是他讲教官讲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在寒冷的状况之下 你训练的好 你可以长期作业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上 你的体能不好 经过训练 你可以克服压力的体能 但是只有一件事 是没有办法训练的 就是你的那根氧气管夹被切断了 你三分钟之内就溺毙了 对那就是补给线 那就是核心补给 对于人来讲 在水下最重要的是氧气 你要有空气 否则你无法生命 无法生存 也更不能执行任务 对于部队来讲 你是什么 油料 弹药 电力 食物 粮食的补给 你这么大的补给之中 你要如何绕过整个东台湾 绕过宫古海峡 到达一二岛链中间 让台湾变成颠倒正面 所以因为你 这个战法显然大有问题 他讲得很漂亮 增加共军自己补给上的困难 他只想到说我有航母了 我可以颠倒正面 大家不要认为说 你们的台湾的敌人 永远都是从西边过来 我可以从东边上来 可是航家 真正作战指挥 早就看到你的缺点了 你绕过半个台湾 东台湾 绕过台湾跟日本中间的海峡 到达了一二岛链之间 你这带着是怎么样 是放在这边示威吗 而且补给部队 他的防空 他的抵抗能力 他的自卫能力是最差的 我打下去 你后面就没油 没气没弹了 那你前面的航空母舰 就等着泡沫在那边 你对台湾攻击这些士兵 打到一半没弹药了 射击到一半没炮弹了 飞机飞到一半 哪里加油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真正内行的人 所讲的事情 我打就是打你核心的问题 打就是打你核心的价值 打就是打你让你作战不下去的目标 这就是重点 对 所以这个共军如果真要渡海 那其实台海最近的大约是145公里 这个距离 你要这个攻台可能都有点困难性 你要绕到东台湾 那不是加两倍跟三倍以上的距离 那补给不是更为困难吗 那我们就来看看 俄军要打乌克兰 那时候渡河的下场是如何呢 河有多宽呢 结果又是如何呢 来看俄军遭遇什么样的惨状 几个人 来吧 去的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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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 来吧 来吧 我们看到这就是俄军在渡河的时候 就遭遇到乌军的猛烈轰炸 然后被团灭于将军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看 共军真的要渡海吗 河面才多宽而已 俄军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共军真的要试试看渡海如何呢 这当然人不是水漆动物 人是陆地上的动物 所以你在水面上 不管是河面海面上作战 绝对没有路面上作战 来的来去自如 更何况有人用炮兵已经标定了你 让你等着你过来 这假如说请军入翁 那当你要渡这个河 俄罗斯当时渡这个内博河 是有桥的 它是有架浮桥的 所以说这些运动的士兵 它是近乎还是在陆地上 只是浮桥会动而已 那么这样的浮桥跟海面上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躲 因为整个海面跟河面是平的 你说在陆地上还有地形地貌 它可以躲避 可以闪避 可以依据这样子来遮蔽它的射线 可是在河上没有 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平平的河面 那一个炮弹下去 它的炮弹的散步面是完全击中 它是完全可以击中的 那么你在河上渡桥的士兵 那简直就是无险可守 就是孤立无援 你只有挨揍的份 渡河的时候就已经是最脆弱了 那要渡150公里的海 而且渡河 河还没有那个浪跟涌 它是平的 而且况且那个时候河面上是结冰 它更加稳固 可是在这么稳固的渡河作战上面 它都遭遇到这么大困难 如果中国要渡过超过100公里以上的台湾海峡 你不可能搭一个浮桥 全世界没有一个浮桥可以搭150公里 它说那个什么高铁 那个根本是吃人说梦 那么你就要做什么 做船 你一次要渡上万人的船 要渡过台湾海峡 那一定是大船 大船到了海峡中线 你一定要换乘 因为你大船是没有办法接近我的登陆港口 或是登陆的海滩 你一定要换乘成小船 在你换乘的这个时候 就等同于在桥上钉杆一样 你所有我们的火炮 都是对准了你这些载满了运输的士兵的船舰来攻击 那么那个船舰上的士兵 是没有地方可以躲 你就是这一艘船 你要不就跳海 要不然就跟船一起沉 所以那种惨况 如果大家看过了乌尔作战的渡河作战 你在看到未来中国要侵犯台湾的那个渡海作战 那就叫做人间炼狱 有一部片叫抢救雷恩大兵 你看他那个是美国在极度的空忧状况之下 他的LCM是登陆到海滩 把这个登陆板放下来 那个大兵一个排出去 22个人只有一个人活下来 全部被扫射完毕 为什么火把 你在海滩前面是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的 你连掩壁都没有 甚至有一些美国士兵那时候用什么 用那个鬼条材 就是那个防止登陆的那个钢材 那么细一根 它哪来当掩护 那怎么掩护得了 因为海滩是无险可躲 没有地方可以躲的 那反而对于防备的士兵 防卫的士兵 他经营我们经营了七十几年 哪个海滩可以上来多少部队 哪个海滩可以上来什么样的船只 你的船只在几公里外 你会坐滩会换乘 我们都清清楚楚 所以说中国你说真的要用这种方式来登陆 真的不容易 所以其实中国的解放军心里很明白 我们只是叫一叫 我们只是用喊的让台湾怕 让台湾的心防瓦解 最好是我的部队不商一兵一组 就直接统一台湾 这是他们的做法 但是这个做法目前为止受到挑战 为什么世界觉醒了 不会让你这么轻松 为什么我们要戴钢盔 要穿防护衣 就是要让你很难达成侵略的目的 那么现在台湾不带弹钢盔 带防弹衣 我们连装甲车都架起来了 我们开始增加我们的防御能力 不是指防你打我而已 是我要对你来 我要有非常威胁性的防御 让你敢来回不去 然后最后你就是干脆放弃这个作为 美国的空军将领讲得这么清楚 如果中国要犯台 将要针对它的核心后勤补给 予以锁定打击 让它成为是一个最困难的攻台行动 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美方又有这个国会议员 今天访台 那特别是这次访台的背景 是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情报级特种作战小组副主席 叫做史蒂芬尼莫菲 要请教微晚 军事委员会的情报级特种作战小组 听起来很威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来台湾 是有什么样的任务 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吗 其实我们台湾的国防委员会比较威 因为我们全部都合在一个委员会 他们分得很细 他们外交委员会 也有亚太小组什么小组 那他们的军事委员会向下 像这个是属于情报委员会 那情报委员会 情报跟特种作战 相关的预算法案 就会放在这个委员会审查 所以可以说 有关印太地区军事安全的情报 尤其台湾在跟美国互相训练当中 有很多项目都是特种部队在协训的 乌克兰的部队 也是美国特种部队在协训的 所以这个委员会跟台湾其实还算密切 那今天有八个众议员 八个众议员有加州的 有夏威夷州的 也有佛罗里达的 还有纽约的都过来 那我们今天中午跟他谈了 我们大概谈了一个小时 我跟他谈了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Henot Henot就是这一个空军中将 副参谋长 所以我把这一段其实应该是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们在谈这个有个前提大家了解 现在国际社会认为什么是最大的危机 独裁者的错误判断 普丁误以为他三天就可以打下乌克兰 打啊 打下去之后 不只是全球灾难 乌克兰痛苦 俄罗斯也陷在那边六七个月了 所以错误判断是最大的风险 我今天有跟这几个众议员在聊这个 他们认为战略模糊 对现在的国际社会来讲 可能会导致错判 那你从这一点再来看苏立文 跟美国这位空军的副参谋长 他又是组长战略整合还有军需 对 你要打几颗飞弹 他要宽护力 这讲得很明确 核心后勤补给 这一个战略整合军需 军备 负责军备军需的 这一位中将副参谋长 他讲的内容就很重要了 所以这整个是环扣在一起的 所以我在讲 这一个克林顿希诺的中将呢 他发言有三个特别 第一个发言身份特别 他是现役将领 现役指挥官 而美国的体制 他们的军队是负责提供各种选项 跟可行性 就好像裴洛西要来台湾 我有几种护航方式 你可以选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决策是由民选政府做决策 军方是不会针对政治发言 军方只会告诉你 要打中国 我有八种打法 要打沿海有六种打法 他大概是提供选项 可是这次很特别 他以一个现役将领 又是负责战略的指挥官的身份 他在公开场合去发表 这样子的言论 这非常特别 因为要么就是这一位中将 不懂规矩 要不然就是背后有得到授权 那到底是国务院授权 还是白宫授权 你看苏立文讲的内容 苏立文就可以做决策的 他是白宫的国安顾问 他讲的是 现在台湾附近军事威胁的危险很大 中国没有排除武力犯台 所以美国立场会用尽一切方法 来抵抗任何改变现状的作为 他讲完前天 这个Heat Note就出来讲这个了 那第二个 他的发言 这个很明显是美军正在面对 中共的威胁 做出因应的 这是战略清晰的一大步 实际在面对的 不是那种退役的在讲的 这现役军人 而且他讲的这个东西 是战略清晰的一大步 而且不是他讲 他不是说我的个人意见 所以背后是美国政府 透过他来做这样的发言 那这就是大事情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下面要讲 他的第二个特别是发言的内容 他的发言内容 我们都看到一个叫做 The full depth of China's logistics 我看到很多都翻成什么 核心这个物料啊 核心运补的点 其实这一个意思 我告诉你 他真正意思是 全面打击 Full scale Full depth 就是针对中国的运补点 进行全方位的 全深度的 这个用在挖牙齿就清楚了 我牙齿这边注意 要挖一个洞对不对 我如果Full depth 我就要多挖一点 让你确保 不会有烂掉的地方 如果你仔细看 这Heat Notes的发言 它是公开发言 它讲内容是 如果中国要武力犯台 美国它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 We are prepared 我们准备好要干嘛呢 我们会针对它的运补 做全深度的 Attack打击 他不是我有能力哦 他说我要做这样的打击 他还讲一段 他说我们不只是要 让他们的物流 他叫做 停止它的 Logistics Flow 我让你的弹药油料 运补通通截断 我不只要截断哦 这是他讲 他讲的其实 你如果听他讲 那有点在下指令 截断所有中国对台物流 进攻的物流 而且 他还要让这一个 中国犯台的军事行动 成为历史上 最艰困的行动 就可能会失败 对 这个是来自于 现役的将军 而且那已经就不是说 过去共军讲的封锁台海 现在美军要封锁中国了 对 他这个说 如果你要武力犯台 我会在你的范围内 全深度的打击 你每个 你的弹药库 你就想像乌克兰 用海马仕士在干嘛 炸他的弹药库 炸他的油库 炸他的铁路桥 炸他的公路桥 这种打法叫做 Full Depth 就是全深度的 全方面的去打击 那打击的目的是 让他渡海来台的能力 截断 一旦截断 这90英里 就170公里左右 的渡海来台 这个任务 将会是史上最困难 他讲的是我们要做 我们准备好要做 那他的身份是现役中将 而且负责战略整合军备 那你说这个发言 如果不是他过度大胆 不了解规矩 那背后谁让他讲这个话 他是在智库里面公开发言 所以第二个特别地方是 共军如果还想要绕到台湾东部来 那更是中了美日的这个防卫的范围 他的全深度打击 你以为南海逃得过 哦还到南海去了 Full depth就是 我全部的运补可能性 我要用尽一切能量 截断你的logistic flow 你的运补流 我要把你截断掉 像截断金流一样 他这个发言其实是我近年来 看到最直接最大胆的表白 也就是战略清晰告诉北京 他里面讲了一段 他说我们会捍卫台湾的现况 然后呢我们要让中国知道 你如果侵略台湾的话 或者你用飞弹丢到日本的话 美国不会做事 他讲的是这一个 所以他的发言身份 发言内容 还有发言的场域是公开的 特别在中国二十大前做这个发言 你搭配苏利文的讲法 搭配美国这一团来 然后你再了解美国军事单位 跟所谓的民选政府的决策单位 这个整个相关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一个发言的内容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战略清晰 也就是捍卫民主政府的战略清晰 让北京醒一醒 看清楚我要做什么 对的确来范老师 看起来这个美军方面 白宫方面其实都已经传达 非常清晰的讯息 警告共军解放军 你胆敢轻举妄动 有可能那个防卫碗是包含你的 后勤补给通通予以打击 对我对你的后勤保障 进行攻击的话你所有的军事行动 就会被拦截掉 就是有气无力 那我们知道 二战之后最大的战争叫诺曼地登陆 当时美国英国 这些国家他们做了很长的准备 好几年的准备 整个后勤的补给 包含船只的调度 后来才赶在那个D-Day发动 这个登陆 那你更何况中国要对台湾动武的话 你不是只是射导弹 你射导弹没有用 你看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射导弹 射完你还是要不需要你的地面部队 要直接的进入占领才行 你射导弹那只是皮肤擦伤而已 你真的要把一个国家击倒 你势必你要有大量的投射能力 那俄罗斯直接进入到乌克兰 它是靠陆运 到目前为止都吃不下 我看到这两天 乌克兰又光复了好几个俄罗斯占领的地方 反败为胜 所以如果解放军要打台湾 它这个比俄罗斯打乌克兰是更加的困难 为什么因为它是渡海 你不需要有大量的空运海运 所以刚刚之前说 什么解放军掉了 什么三四艘那个什么客运轮 那客运轮能够载多少人来啊 所以我们知道那都是 那都是做表演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 就吓台湾人 对美国现在就告诉你 你的后勤我把你全部切断 你的部队就算你渡个台 你就算勉强登陆 你后面后继无援 当初这个 大家还知道吗 当初那个解放军要打这个 打金门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开始登陆 古宁头大节 我们就把他们的船 全部在那个岸边 全部把它打掉 他没有船回去啊 后面的船你进不来 本来船是要送人上来 然后再回去再送人来 结果我们把船全部打掉 他船回不到中国去 解放军在这个厦门那边 等不到船啊 所以这后后来就是我们看到 古宁头会胜利的原因 对 我们刚刚看VCR嘛 最写的意思 俄乌战争啊 俄军渡个河而已 就非常的凄惨了 渡河还算 还算看得到对面 你渡海哪有那么简单 那海流还有海象 还有各种的潮汐 困难百倍 困难增加很多 你潮汐不对 你怎么样都到不了岸啊 你船是在这样的动力 你还是过不去啊 就那还有很多天险的因素 还有必须要讲 习近平即将在下周一 14号要访问哈萨克 就是他从2020年1月 就是新冠肺炎发 这个事件之后 第一次出访 他2020年1月是访问缅甸 后来就没有再出访了 这次要干嘛 就叫上海合作组织 他们要开会 上海合作组织是2001年 那时候江泽民 他们结合了俄罗斯 结合了这个乌兹别克塔吉克 还有就是哈萨克 还有这些国家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以中国的上海 为这个会议的中心 目的就是要对新疆进行镇压 透过这些中亚国家 来协助中国平定新疆 新疆的这个疆毒问题 他就是一个彻底 打击新疆人权的一个机制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 要重新把这个上海组织弄起来 强化他跟俄罗斯 他跟普丁两个人变成一个邪恶轴心 就是一个上海组织 所以我觉得现在国际间 为什么对普丁 对中国有那么大的反弹 就是他们正在 把他们的势力向外扩 透过这些中亚国家 那我们知道 这会引发更多国家的担忧跟紧张 而台湾的重要性就会更加提升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10月16号 中共20大召开前 访问这个哈萨克 我觉得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他的权力的确稳了 他有办法出国 第二就是他急着在20大之前 他要掌握整个的话语权 特别是现在俄罗斯的战争陷入泥沼 习近平现在觉得他大有可为 他可以在这块 整合这些邪恶的国家 甚至北韩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就会引发美国 日本 英国 这些西方国家或者五眼联盟 他们更加的跟台湾合作 来对抗中国跟俄罗斯 这样的扩张主义 张胜任邦农委会做的研究计划抄袭状况 看起来是越来越严重 不光是NCC的计划而已 包括报告的连结 节语内容也抄 然后在第二段的部分 透过什么IPTV 对农民的消费者的好处 跟评审委员黄国师列举了七大好处 也一模一样 来清皇 从报告当中我们会看出 画黄色荧光笔的部分 天哪几乎是90%的雷同 通通都是用抄袭的 对这个状况有多严重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他其实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他张善政这个农委会的研究案里面 在农委会这边是不是有这个评审的委员 那这评审委员呢 其实审查委员有很多也都是来自于学者嘛 那所以你看 这边有一个审查委员叫做黄国师 那这个黄国师呢 他在农委会的电子报 这个98年第二期里面 他们里面有关于这个农业资讯 科技应用发展的一些电子报里面一些内容 好那重点是在于说 这份内容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 这有好多个部分 你看我们这个黄色密密麻麻的部分呢 这个都是抄袭的部分 就直接把这个 黄国师所撰写的文章直接搬过来 比如说像这个 透过IPTV对农民消费者有什么好处 那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原文里面写的是 MOD对于这个农民消费者有什么好处 所以他是把同样的东西呢 从把MOD三个字改成IPTV四个字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MOD是中华电信的 IPTV指的不是特别一家电信公司的 他就是宽屏网路上网看到的 这些电视节目的服务 所以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为了要套到他的计划里面来方便他写 所以呢他把它搬过去之后呢 只有把MOD改成了IPTV之后呢 这篇文章就变成是张三正团队的文章的 这个很不可思议啊 你看下面这篇也是一样 这个写什么呢 写这个农民的这个机构应对IPTV 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一大段呢 也都是直接就复制贴上过去 最后连在结语的部分 哇你看连在这个文章结语的部分呢 从张三正的 这个是张三正的左边这个 右边这个是农委会的这个文章 两边你看蓝色重叠的部分呢 黄色重叠的部分呢 这些都是抄袭的部分 直接直接翻过去 哇所以你看那个比例之高 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我说90%差不多 是然后所以仲将你去想一件事情哦 这个是我们讲的什么 这个是第二第三份的研究报告 那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一份呢 这个帮观众朋友回忆一下 第二份研究报告被静周刊 踢爆的那一份里面最大的争议就是 他的16处疑似抄袭的内容 国内有13处 而国内最大的苦主是谁 最大的苦主就是农委会 自己所发表过的文章 农委会有自己发表过的媒体呢 占这16处里面呢 大概有差不多7处8处左右 都是农委会的资讯 换言之 张三正团队里面大量的引用农委会 本来就已经发表过的已知资讯 各位我再强调一次这四个字叫做已知资讯 那既然是已知的资讯 那请问一下 那我们还要花钱去请他们来抄 马前总统所告诉我们的 张三正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马前总统跟张三正所告诉我们的 都是说当时是为了协助台湾农业电子化的发展 所以跟国外取经 所以请他们去大量的去吸收国外的资讯 把国外的资讯你去翻译过来 收集起来都可以 可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什么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从第二份研究报告的时候 讲镜周刊报告那一份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现在谈的是你16个有怀疑抄袭的地方 有13个都是抄国内的不是国外的 可是你看现在连第二份第三份的研究报告 就是本来原来说1700万勤款的那一份 各位1700万勤款的这份 我们现在已经听到抄了两个部分了 第一个部分抄的是NCC委托工研院的文章 那这篇文章里面抄袭了29页 那29月的部分张战正还是告诉我们说 这是重置这是合法合理的引用 可是各位 这个黄国师也是评审委员的 他也是国内的文章农委会的文章 也是被你直接搬去用 所以各位去想一件事 光是在这里面至少有几页相当 这里面至少就有四五页是相当的 所以你这样算下来 你整份报告里面 NCC的那个部分29页 讲这个部分呢 也有五六页相当 比例很高 两个加起来三十几页 中将这一份 这一份 他这一份总共有286页 286页扣掉不重要的那些部分呢 大概实际上跟他报告直接相关的 大概250页左右 光是我们现在算出来的 已经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 你都是直接搬来用 那我请问你哦 1700万的预算 里面有十分之一的比例 是可以直接搬来用 其他十分之九的部分 是我们还没比对到 不代表没有哦 对还没有 那是我们还没有比对到哦 我们比对到的部分 现在你看这个有媒体人比对到的 然后有这个镜周刊比对到的 两个相加已经超过十分之一 都直接搬过来 那你告诉我 搬了这么大 你十分之九 就算十分之九都是你原创 我们的一般的民众 我们一般的纳税人 你有办法接受说 我们的这个纳税钱出去 1700多万 最后搬回来的报告里面 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 都是引用国内县程的研究成果 跟研究计划吗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张善政自己再不出来讲问题 这个事件已经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 什么意思呢 从一开始是质疑你个人的道德诚信 你在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 你的道德诚信 这边引用到这些资料 你抄袭的部分 你有没有讲清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探讨的是你的管理能力 就你带着团队 难道你的团队都不去审阅 尤其是张善政自己 你是挂总主持人 你都不去审阅 你团队所做出来的研究报告 这些东西 它是严重失职 是 严重失职 严重失职 第三个层次是 你这里面已经让很多的民众看到说 哇 你这么多大量截取国内 你讲就算合法引用好了 这样的元素就可以搬走国库里面 5736万 对小老百姓来讲 他怎么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观感上的问题 可是面对这个问题 我请问张善政有没有拿出态度来 因为人不怕犯错嘛 最怕的是你犯了错 他现在就一直讲说他合法引用 他就一直讲他合法 他要讲他合法引用也可以 但是问题是张善政 你是不是要好好开一场记者会 把你所谓你有合法引用的部分 一段一段的告诉大家说 你凭什么说这些部分都是你合法引用的 到目前为止 各位整个张善政的研究案里面 所有的讨论 所有的拿出来介绍给你看一页一页的 都是媒体在做的事情 张善政自己没有亲自开记者会 比对这一页一页的内容 然后跟我们解释说 这个东西在学术上叫做合法引用 这个政府在标案里面叫做合法引用 这都不是张善政讲的话 张善政要做的是自己出来 一页一页的面对 可是你有看到吗 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第三个是连张善政 在事后的态度都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整场对张善政的研究报告案 检视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论文案 而是5736万的政府的研究案 可以用这种方式把钱给花掉吗 可以用这种方式钱花掉了 然后你张善政今天要参选 桃源市场的时候 竟然不需要把每一项 你所讲的合法引用 对社会大众交代吗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重点就是你张善政的态度如何 面对这种情况 光是担任一个主持人 你就处理成这个样子 显然是明显失职 来方老师 如果说你是这个陪生委员 你会怎么处理 看到这么多 都是那种大范围的这种抄袭 要怎么处理呢 这个黄国师 国师 国家的老师 那名字人如其名吗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就失职嘛 你是审查委员 你看到这个结论 你不觉得很熟吗 这七点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不觉得似曾相似吗 这常人都会判断出来嘛 这七点是他研究IPTV的结论 如果是黄国师 他没有操 他自己独创的话 他用MOV 他应该 他就用MOV 但是他的这个 他应该一看就知道 你是操我的 对 你操我 大家当场抗议 那难道他是官官相护吗 他在帮张善政护航吗 因为这不可思议 我今天写过的文章 我得到的这七点 这个结论 那是我的研究的精华嘛 最精华的地方嘛 而且是我的贡献 最大的贡献 别人把你票欠拿去用 你一定要抗议 严正的抗议 因为这把我的智慧财产权 给剥夺了嘛 为什么黄国师 闷不吭声 现在他应该出来 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 他应该出来表态一下吧 你被别人操了 难道你自己真的不知道吗 而且我真的觉得 张善政这么大胆的 把人家的这个七个结论 就硬生生的 好啦 人家七个结论 你好歹用三个好不好 你七个全用 你还真 不会嫌不好意思了 所以就会让他觉得说 你跟这个黄国师 是不是你都已经串通好了 黄国师也愿意让你抄 被你抄他也没意见 那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 不知道 他自己分了一杯跟 可是你是审查者 你不应该参与这个研究的 任何的计划里面去啊 你是监督者 你是被农委会聘来 帮我们这个案子来进行 好好的来检视有什么问题 就你怎么反而 反正跟他们在 反正在护航呢 难怪人家说 里面五个委员 有三个委员 校外的委员 是 包含一位是 陈大的教授 还有其他几位 他们是持 作为这个意见的报告 第一年的报告 他们是认为有问题的 所以他第一年的报告 是2007年的 1月到12月结案 经过审查通过之后 才可以执行第二年 就从第二年 他是什么时候执行 他是等到5月20号 马英九上台的时候 张善政才去申请 为什么 因为之前 他们第一年的报告 是被打枪的 就表示他们知道 我第二年没办法 那怎么办 撑啊撑啊 撑着马英九来天再现 我们的报告重新 有史附身 就过关了 过关了 还选520马英九就职那一天 提出申请 所以谁有那个能力 主导让他过关了 当时的论委会主委 陈武雄 你要不要这样出来讲话 为什么本来这个案子 delay了半年 所以你看 他第二年的案子 只有半年执行 那前半年是停在那边 所以停在那边 你表示有问题嘛 还是有很多学者 他基于他的学术的 他的一个理念 他不愿意背书嘛 虽然你张善政 你很厉害 可是我还是 我自己的坚持嘛 所以我觉得 今天他还在讲 合理引用 合理理用 像鹦鹉学舌一样 在那边讲 我觉得真的是 对于他曾经担任过 科技部部长 掌握我们全国大学院校老师 每一年都要申请 专题研究计划 那个专题研究计划 申请是很困难的 常常被打枪 常常被退 结果你是主管者 就你竟然带头 做这样的一种违法 到目前为止 态度还如此的傲慢 不愿意面对问题 他要道歉的人很多了 特别是农委会 竟然抄自己农委会 自己的相关的一个研究结果 这成何提窮 那我还要 还要找你来做什么研究 还要花5736万 根本完全不需要嘛 所以我真的这样 真的是浪费公堂 浪费我们台湾人 那的缴的税金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定要彻底的调查 对 张生人帮农委会 做的研究报告 被发现抄袭状况 是超乎的想象 不只是抄NCC的报告 连这个 这个节语 还有审查委员的文章 都抄 来于将军 张生人说 要开记者会 怎么讲了半天 一直没开呢 是发现 没有办法再讲下去吗 当然你要开记者会 必须要有当时 帮你撰写的 这十几位的同仁要出来 那这十几位同仁 如果不愿意出来 你是开不了记者会的 因为你讲的很清楚 都不是我写的 我只是主持 你不懂问后面的 现在就是后面 做的那群人 他不出来 不出来要怎么开记者会 所以当时他认为说 没有问题 大家一定会出来 大家情欲想挺 在一艘船上 所以一定会出来 帮我背书 后来发现一件事 谁跟你在一艘船上啊 那是你家的事 我又不选桃源市长 我出来干什么 所以这个记者会很难开 另外我讲过 这段时间 张韩正只要到 桃源任何地方去 他一出席 一堵麦 绝对是问这句话 不管是他在台上 还是出门的时候 只要一堵麦 都是问这句话 躲不掉 他躲不掉 一定要问 因为大家觉得很好奇啊 难道拿笔照着看教操 拿的这个电脑照着打教操 然后Ctrl-C 用Ctrl-V复制 这就叫做复制贴上 这不教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